这件作品的名称是《珠鸾》 《珠鸾》指的就是柚子 柚子树向左方延伸 枝叶因果实重量而向下低垂 可是为什么画面不会显得不协调呢? 原来树下一只向右回首的猫咪 眼神往上延伸 一只蜜蜂嗡嗡飞舞 观者的视线在此回到画面的中央 悠闲惬意的农村题材 透过艺术家林玉山细腻精湛的工笔 以及融合西洋画重视亮感的色调变化 日常生活的片刻也带有人文思维的意趣 林玉山是春萌画会的召集人之一 致力于带动画坛活动和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培育不少优秀美术人才 她的画风以写生观察为根本 透过扎实的写生训练 锻炼精准的结构 作品兼具气韵与生机 林玉山写生入画的观念 对台湾水墨绘画教育 有极大的贡献与影响 点心 一共有约片 一共有约片 两首 5 如果 一共有约片